金发美少女转校生就这样坐在了我的身后 其他人都羡慕我 只有我知道她是个足控变态 四 我一定不能让她看出来 我渴望她玩我的脚 于是我打算不主动找她 八重老师的课过去了 雷电校长的课过去了 星海老师的课也过去了 她还没来找我 我的脚却感到了煎熬 不应该呀 她来这里不是为了我的脚吗 我实在忍不住了 回头 去郑宇盈的视线对了个正着 小万一 你想干什么 我 我想要 我愣了 想要知道你干嘛转校到这孩子我旁边 有意赛冠军是你说好让给我的 不能反悔 亲 谁稀罕那玩意 倒是你 她颇玩味地看着我 并掏出了一份报纸 你在采访里说的这个 靠脚赢得比赛是什么意思 我羞红了脸 本来答应她不对外提这事 当时一激动就说漏了嘴 我的意思是 是 我赶紧狡辩 是用脚把你狠狠踩在荒心上 可才赢的 是吗 我对天发誓 你再大声讲一遍 我刚才没听清 我用脚把你狠狠踩在荒心上 我大声说 却不料 鲜海老师就在我身后 万一 不准欺负新同学 鲜海略带韵色 可恶 被这个女人阴了 老师你听我解释 鲜海呵斥几句 就去找班主任汇报情况了 我真是无语了 万一 想不被老师惩罚的话 我可以帮你 迎坏笑地说 不过嘛 她的视线又一到了我的脚上 我浑身颤动 不是因为觉得恶心 而是激动 几天了 你知道我的脚忍了几天吗 但我不能直接接受 我怕接受得这么容易 她就不喜欢我的脚了 不行 我洋装拒绝 哼 等着吧 银面露韵色 我这就找老师告状 啊不要 我错了 呵呵 晚了 银突然朝我的袜子上 洒了墨水 然后快速离开 八大 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懊悔不已 我直接答应 她不就好了 湿漉漉的墨水 侵染着我的脚 加上脚 对旅行者的渴望 真是坐立难安 没过多久 八重老师就在教室门口传唤我 旁边还有一脸坏笑的旅行者 哼 可恶的女人 我已经准备好被训斥 可老师只是让银对我全权负责 去吧 把脚好好洗干净 什么情况 我疑惑地看向银 银得意至极地说道 来吧 跟我走 我跟着她到了水房 我明白了 她是借着泼墨水来给我洗脚 我激动地双腿发颤 坐好了 迎命拎着 小万叶的脚一定忍不住了吧 迎一只手轻拂脚腕处 另一手还在我脚心挑逗 你干嘛 哎呦 我真的要喊出来了 不准叫 迎命拎着 只见她吞下我的袜子 用清水冲洗后 抹上香皂 她纤细的手指 在我脚上轻拢漫年抹腹条 我的脚和她的手 在光滑触感里互相缠绕 这感觉令我浑身松瓦想要尖叫 迎这时也露出张狂邪恶的笑 够了吧迎 已经很干净了 几分钟后 我也觉得时间太长了 嗨嗨 这样子才能给万叶洗干净吗 迎嘿嘿一笑 接下来就是冲洗和擦干了 闭上眼等待吧 我照做 仅凭触觉 我感觉到了凉水的冲刷 感觉到她手指的按压 又感觉到了暖湿的热气 不对吧 不是要擦干吗 怎么会 啊 我忍不住闷哼 似乎有一个热热的柔软的肌肤 在我的脚上辉红地写下文字 我被刺激地抽搐 但我还是要在嗨到不行中 强行集中注意 感受她舌头留下的笔画 披脸点披脸横勾横撇横撇那 她写了一个爱字 这就是你对我的爱骂旅行者 这是太刺激了